WTT新加坡赛梁静坤过关 刘诗文晋级将对阵小魔王 北京时间3月13日消息 2022年WTT新加坡大满贯赛 继续进行第二轮争夺 梁静坤顺利迎球晋级南丹第三轮 小将林诗洞被逆转淘汰 刘诗文牢牢掌控局势 他以3比0获胜晋级 他将在第三轮对阵孙颖沙 南丹赛场中国队一喜一忧 梁静坤迎战奥地利的加多斯 首局两人就打得很胶着 场上多次出现平分 10平后梁静坤连得2分 以12比10先升夺人 第二局加多斯迅速拉开领跑 他以11比4扳回 之后的比赛梁静坤占据上风 他完全控制了局势 11比6 11比5 他连胜两局以3比1获胜 小将林诗洞与斯洛文尼亚的 约尔及其激战5局 最终林诗洞以2比3西败被淘汰 其他比赛里 林云如以3比0立刻克罗地亚的加西纳 世锦赛亚军莫尔加德 以2比3不敌德国的杜达 男单第三轮里 马龙和王楚清将上演得比战 女单比赛中 刘诗文迎战德国的丹小娜 刘诗文开赛后就很快占据上风 他以两个11比7先胜两局 第三局丹小娜增多了搏杀 两人几次战成平分 在10平11平后 刘诗文连得2分以13比11拿下 他以3比0获胜晋级 另一场比赛中 中国香港的李浩琴 以3比1击败韩国的徐校园 在第三轮里 孙颖莎将与刘诗文同事操歌 王麦玉迎战波多黎各的迪亚兹 中文回事